副總席今天來是不是來聽謝市長然後反這個惡辣 那之後導致他還會繼續什麼樣的活動來進行 是 我媽媽在基隆長大 所以基隆這邊也有很多朋友 我們當然很關心基隆的未來 那我真的認為謝市長是 他所有的一切的心意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怎麼樣幫基隆變得更好 那我可以看到他作為基隆的附屬 他在過去一年當中做的事情 可能抵人家四年都做不了這麼多 所以我想對一個很認真真的很努力在改善基隆 在推動基隆往前邁進的這樣子一個市長 我們反對任何這種以政治為目的 這種惡劣的這種罷免型 因為這並不是為了基隆人 也不是為了基隆的未來 而是為了民營黨 而是為了某些政客的未來 才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當然要站出來反對 希望能夠讓謝市長能夠持續的 來為基隆的未來奮鬥 基隆推向更好的一個境界 那我想中國民黨 還有很多金融市的這些同仁們 既然大家要面對這樣的挑戰 我想對於我們的對手 他們因為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在做這些事情 他們絕對不會放棄了 他們既然不放棄 看到我們將更加努力的來對抗這樣子的這種遏制的挑戰 所以我相信我們會全體出動 不只是地方的朋友們 中央的朋友們 其他縣市的朋友都會陸續的閒來基隆這邊 來跟大家說明 謝市長為基隆所做出的奮鬥以及努力 好嗎 謝謝 那市長怎麼看 昨天是侯市長來領域嗎 那之後蔣市長跟魯市長 我們也要請他們來支持領域 我想大家都逐漸可以看到這一次的罷免是沒有正當性的 那我特別也請聖文來幫我們推薦 尤其是我們基隆成功的跟加州大學伯克來分校 合作了頂尖高中的課程 那由於大家都知道聖文在美國是流血 而且有非常好的成績 所以他一定能夠了解我們的苦心 因為了基隆的高中的孩子落實在地的國際化教育 所做的努力 所以我想我們會正面的來迎接未來的挑戰 我再跟大家說一次 我們會正面的來迎接未來的挑戰 那我也感謝包括蔡旺蓮書記長 張可惠議員 今天都要現場全力的來支持國良 現在一切就是要宣導這個不同意罷免這個投票 現在好多好多的選民根本都不曉得 投票有不一樣的選項 或者是這一張選票投下的一個方式 所以全力來宣導 是我們未來的一個 周末在市政的空閒之餘 我們周末時候的一個重點的活動規劃 對我覺得我這對我的家人的某些隱私被網軍拿來使用 我覺得非常的奮 民進黨做事情就是這樣 無所不用其極 這惡劣 打家人打自己打家人 那惡劣 我覺得這樣子攻擊我們的親朋好友 攻擊我們的家人 我覺得讓我們感覺到非常的憤慨 可是有時候也很無奈 這個就是現在網軍的一個環境 然後感覺也無法可管 所以我也希望政府能夠硬起來 能夠針對這種不好的這種風氣要來導正 針對違法的行為要來偵辦 那對於任何人被所謂的肉搜 或者是他們的隱私被洩漏 我們完全都是不贊成 而且非常唾棄的 我本人勝文過去都是這方面的受害者 所以我們絕對是唾棄 而且不鼓勵這樣的行為 好不好 市長怎麼看就是基隆市議會之前有證實說 有2.5萬份的這個查對單的申請電付案 我覺得不是這樣 我們只是匡列一定的預算 來做未來的選物 就如同我們所了解的 現在到未來的選物都要花好幾千萬 我們只是匡列部分的預算 應該沒有說它的明確的使用目的 我覺得可能講這個話的人是別有用心 好 謝謝 謝謝師傅 謝謝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BLUE YOUR CARE Gracia Gracia T Hayden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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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O